紧烟不仅是道光 包括林泽徐在内 他们禁止鸦片是禁止什么 禁止鸦片进口 林泽徐为什么道光会咒用他 因为林泽徐上的这个奏折里面明确提出 不能让这国外鸦片挣我们钱 林泽徐只是禁止这进口 不能让英国人挣钱 钱得内部循环得让大清财这么风营起来 而不是说像现在意义上的远离毒品 真爱生命 不是那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 道光皇帝任命林泽徐为钦差大臣 直接到广州之后都办 谨言失误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 千年水胆 只能救一个燕民 可朕要的是整个天朝 臣林泽徐皆知 鸦片不绝 赤环境 结果林泽徐到那儿呢 也是三下午初二 当时呢 负责这个英国贸易的全权代表是义律 这个名字咱们在历史课本看看 义律这个人呢 其实本人呢 对于鸦片贸易也不敢冒 在英国国内一直存在这种争论 所以把这鸦片卖到人家那儿去合不合适 其实义律在这儿主要是想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呢 让大清多开放几个通商口岸 因为自大清闭关锁国 片番不得下海 只有广州这儿有十三行 能做国际贸易 剩下的不开放口岸 义律是想呢 全面开放 让英国人有机会来做生意 他并不是就想做鸦片的生意 所以当时义律也没怎么反抗 直接就都办下边的商人呢 上交了两万多箱鸦片 然后这才有林泽徐虎门硝烟 咕嘟咕嘟咕嘟全革毁了 奉旨 硝烟 奉旨硝烟 1839年5月24日 道光皇帝颁布圣旨 命林泽徐就与硝毁上交来的鸦片 是环境 5月31日 林泽徐发出通知 在广东湖门就地销毁鸦片 允许沿海居民前去观赏 6月3日 硝烟开始 牛黑的鸦片 被倒入上百个废团的石灰尺中 倾客化为无形 到6月23日 硝烟历时20天 湖门总共销毁鸦片 19179箱 有2119袋 重达376254斤 屡屡青烟 仿佛象征了大清的隐患 将会烟消云散 谁也不知道 眼前消失的快雷 将会铸进清廷 明天的坟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